国内疫情今天已经连续6天零确诊 也是本土第45天零确诊 指挥中心力推防疫新生活 继上周防疫5月天的屏东之旅 刮起了一阵旋风之后 各县市首长也争相的 邀请指挥官陈时中到当地观光 而陈时中这个礼拜的行程也被排满 除了周四要到新竹 周五到桃园 周末更要南下台南 回城的时候还要快闪台中 不少人就关心部长会不会太累啊 他说自己的身体没有这么差 对于有人质疑指挥中心 是否取代原本的专业 在推销产品还有观光 陈时中也回应 我们只是敲边鼓功能 大家开心就好 如果厌烦 这件事也会自然停下来 每当灵确诊 总有单位送来西瓜 火鹤花 石斑鱼 庆祝嘉陵 27号迎接连六天零确诊 诺委会更带来两千颗粽子力挺防疫 指挥官陈时中在当起最强 叶沛王 这是台湾非常好的台南14号米所做的 那大家等一下平常看看 我们是敲边鼓的功能 因为盛情难缺 那有时候也高兴的事情 所以越略作为展示 达去的说自己只是在敲边鼓 但继上周防疫五月天南下屏东 刮起一阵顺风后 现在各县市首长更是抢约阿中部长 这周星辰也被排到满档 周四先走访新竹 未到第一线人员到动物园人气定家视察 中午前进桃园永安渔港 周末在南下台南两天一夜 周日回程快闪台中 让民众担心不准要开记者会 还要全台走透透身体撑得住吗 我身体没有那么不好 那我在大部分这些都是下班的时候 我是认为说大家如果高兴就好 如果大家厌烦 他自然就会停下来了 就怕会引起误会 阿中部长不忘强调 没有谁在消费谁 大家开心就好 随着疫情区域稳定 6月7号开始 指挥中心也将大幅松绑 不会再有总量管制 例行记者会也会改成一周一次 至于是否会降级为二级开设 程中解释 国际疫情仍然严峻 短时间内还不会考虑 结果你周围节目的